谭松韵和徐凯在剧中的角色设定非常有趣,他们饰演的情侣经历了许多波折,最终能够走到一起,这样的情节设定充满了戏剧性和张力,相信在他们的精彩演绎下,这部剧集一定会成为一部备受观众喜爱的佳作。 当然,除了吻戏之外,剧中还有许多其他看点,例如,剧中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,各种情感纠葛交织在一起,形成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,同时,剧中的剧情也非常紧凑,节奏明快,让人看得停不下来,相信这部剧集在播出后一定会引发观众的热烈讨论和追捧。 总的来说,谭松韵和徐凯在片场的频繁吻戏虽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质疑,但我们更应该关注他们的表演本身以及剧中的其他看点,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,这部剧集一定会成为一部备受观众喜爱的佳作,同时,我们也应该尊重演员的选择和付出,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。 也有网友认为,这种举动过于夸张,有损演员的形象,甚至有人质疑两人是否因戏生情,假戏真作,面对外界的质疑和议论,谭松韵和徐凯并未正面回应,他们选择用作品来证明自己,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角色的塑造和剧情的呈现中。 在剧中,他们的表演确实非常出色,无论是情感的表达还是角色的刻画都让人眼前一亮,这也让人们开始相信,或许他们之间的亲密举动只是为了更好的诠释角色,而非其他原因。 然而,不容忽视的是,演员在表演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真实的情感。 尤其是,在需要上演亲密戏份时,他们需要将自己完全投入到角色中,去感受角色的喜怒哀乐,在这样的情况下,演员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变得模糊,一些真实情感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。 因此,我们也不能排除谭松韵和徐凯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微妙的情感纠葛,但无论如何,我们都应该尊重演员的选择和付出,他们为了呈现更好的作品,不需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形象和隐私,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,而不是一味的质疑和指责,除了吻戏引发的争议外,谭松韵和徐凯在剧中的表现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 他们都是实力派演员,拥有丰富的表演经验和出色的演技,在剧中,他们将饰演一对经历种种波折最终走到一起的情侣,这样的角色设定也让人们更加期待他们在剧中的表现,值得一提的是。 谭松韵和徐凯都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年轻演员,他们的颜值和演技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,未来的发展也备受看好,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他们会继续努力。 为观众呈现更多优秀的作品,在娱乐行业中,许多演员都会经历这样的亲密戏份的拍摄,这既是他们职业的一部分,也是展现演技的机会,通过这些戏份,他们能够更好地表达角色的内心世界,让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故事。 然而,这并不意味着演员之间就一定存在情感纠葛,作为专业人士,他们通常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,将表演和现实生活区分开来。 至于谭松韵和许凯,他们的频繁吻戏可能仅仅是为了艺术的需要,而并非其他原因,作为观众,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他们的表演本身,而不是过分解读他们之间的互动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领略到他们作为演员的魅力和才华。 此外,我们也可以看到,谭松韵和许凯在剧中的角色设定非常有趣,他们饰演的情侣经历了许多波折,最终能够走到一起,这样的情节设定, 充满了戏剧性和张力,相信在他们的精彩演绎下。这部剧集一定会成为一部备受观众喜爱的佳作,当然,除了吻戏之外,剧中还有许多其他看点,例如,剧中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,各种情感纠葛交织在一起,形成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,同时,剧中的剧情也非常紧凑,节奏明快,让人看得停不下来,相信这部剧集在播出后一定会引发观众的热烈讨论和追捧, 总的来说,谭松运和徐凯在片场的频繁吻戏虽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质疑,但我们更应该关注他们的表演本身以及剧中的其他看点,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。 这部剧集一定会成为一部备受观众喜爱的佳作,同时,我们也应该尊重演员的选择和付出,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,值得一提的是,谭松运和徐凯都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年轻演员,他们的颜值和演技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, 未来的发展也备受看好,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他们会继续努力,为观众呈现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总的来说,谭松运和徐凯在片场的频繁吻戏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,虽然有些网友对此表示质疑,但我们更应该尊重演员的选择和付出。 同时,我们也应该期待他们在剧中的表现,相信他们会为我们带来一场视觉和情感的盛宴。 孝妍自己现在都不敢轻易联络谭松运了,原来,自从两人恋情曝光后,谭松运的生活就仿佛被甜蜜包围,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下,都能感受到她那份由内而外的幸福,而作为闺蜜,每次想要找她聊天解闷时,却总是能不小心撞见两人甜蜜的瞬间,这让闺蜜不禁笑称, 这狗粮,我吃得够够的了,还是夺远点吧。 虽然话语间带着几分调侃,但不难看出闺蜜对谭松运幸福的由衷祝福,而这段爆料,也再次让网友们感受到了两人之间那份真挚而美好的爱情。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能够遇到一份让自己心动不已的爱情实属不易。 徐凯与谭松运的故事,就像是一部正在热播的青春偶像剧,充满了甜蜜,惊喜与温馨,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,诠释了爱情最美好的模样,不需要刻意的炫耀,也不需要华丽的辞早,只需要在平凡的日子里,携手同行,共同经历每一个难忘的瞬间。 未来,无论是风雨兼程还是阳光明媚,相信徐凯与谭松运都会手牵手,一起走过,而我们作为旁观者,能做的只有默默祝福,愿他们的爱情如同那不灭的星光。 永远璀璨夺目,在光鲜亮丽的娱乐圈中,每一次的公开亮相都可能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。 而当徐凯和谭松运这对备受瞩目的明星,选择大胆认爱,他们之间的每一个互动,无疑都会成为粉丝和媒体追逐的热点。 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,机场成为了这对情侣展现甜蜜的舞台,他们的出现,仿佛给这个繁忙的交通枢纽,带来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。 徐凯和谭松运似乎并不介意公众的目光,他们在机场的互动自然而真实,充满了年轻情侣间的俏皮与活泼。 谭松运快步走在前头,而徐凯则在后面紧追不舍,两人的追逐游戏引得周围人群发出阵阵笑声。 这样的场景,就像是一对普通恋人的日常相处模式,没有明星的架子,只有简单的快乐。 粉丝们尽管想要靠近,却被工作人员善意地拦下,只能在远处观望,感受这份难得的轻松与真实。 然而,这对情侣的甜蜜互动并不仅限于机场。 在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中,徐凯和谭松运更是毫不掩饰他们之间的亲密。 在各种团队协作游戏中,两人总是默契配合,彼此间的眼神交流和微笑。 无不透露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情感,这样的公开互动,自然也引起了在场众人的调侃和玩笑。 而这对情侣似乎也乐在其中,他们的笑容和回应,让整个团建活动充满了温馨和欢乐的气氛。 在这种自然的互动中,我们不难发现徐凯和谭松运对感情的认真与坦诚,他们没有选择隐藏。 而是勇敢地展示他们的爱情,这种态度在娱乐圈中显得尤为难得,据谭松运的闺蜜爆料。 自从谭松运与徐凯恋爱后,他与谭松运的联系就变得谨慎了许多。 他半开玩笑地说,每次联系谭松运之前都要先深呼吸,做好心理准备,因为你不知道那边会不会突然传来徐凯的声音,或者是两人甜蜜互动的现场直播。 这种不敢随意联络的状态,虽然带着几分玩笑,但也反映出谭松运与徐凯之间的恋情是多么的甜蜜和稳固,他们的感情已经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。 每一次的互动都充满了爱意,在娱乐圈这个多变的环境中,能够维持一段稳定而深刻的恋情实属不易。 徐凯和谭松运的例子,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真挚的模样,他们不畏惧外界的目光,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情,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真爱的存在。 而对于粉丝来说,看到自己喜爱的明星能够找到幸福,无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,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荧幕上的搭档,更是生活中的伴侣。 这种转变让人感到惊喜和欣慰,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无论是在公众场合还是私下的互动。 我们有理由相信,徐凯和谭松运将会继续用他们的方式,展示着属于他们的甜蜜与幸福。 在这个星光熠熠的娱乐圈里,每一对明星情侣的动向都能牵动万千粉丝的心弦。 而近日,当红小生徐凯与实力小花谭松运之间的一段段甜蜜互动,不仅让两人的恋情传闻再次升级,更是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凯运CP的狂潮。 从机场的无意间你追我赶,到公司团建中的默契配合,再到闺蜜的无奈爆料,这一系列事件如同精心编排的浪漫剧集。 让人忍俊不禁又心生羡慕,故事的起点定格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,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内人来人往,繁忙而有序,徐凯身着休闲装,头戴棒球帽,低调出行却难掩帅气,而谭松运则以一身清新脱俗的装扮亮相,笑容甜美。 仿佛春天里最温柔的风,两人的不期而遇,仿佛是命运巧妙的安排。 一场关于爱的追逐游戏就此悄然拉开序幕,起初,只是简单的寒暄与微笑,但随着周围粉丝的逐渐聚集,气氛开始变得微妙起来,徐凯似乎被谭松运手中的小零食吸引。 故意放慢脚步,不时回头望向他手中的美味,眼神中满是孩子般的期待与顽皮,谭松运健壮,嘴角勾起一抹脚侠的笑意,假装不经意地将临时举高。 尹德徐凯不得不加快步伐,两人在人群中玩起了你追我赶的游戏,这一幕,被眼间的粉丝们捕捉下来,迅速在网络上发酵。 视频中的两人